大家好,欢迎收看卡芒电影,我是小鸭 今天小鸭要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悬疑电影《蒙太奇》 男主角老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 这天老吴来到一位受害者母亲的家里探访 通过双方的谈话得知 原来十几年前一个叫做西珍的小女孩被绑架 最后绑匪拿了钱还赐了票 负责这起案件的就是老吴 老吴等人追查多年无果 今天来到这妈家里就是来告诉她 这起案件的追溯器马上就要到了 追溯器一过案件将不再继续追查 听到这里真妈整个人都崩溃不已 他哭着求老吴一定要帮她找到凶手 老吴看着真妈痛苦的样子实在是于心不忍 他开车再一次来到多年前的案发现场 不料最意外的发现了一朵花 这荒山岩岭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花出现在这里呢 老吴感觉是有蹊跷 立马就来到警察局查找这段路的监控录像 由于视频不清晰 未能看到润滑男子的面目 不过老吴利用自己的专业破案技术 成功的找到了男子的车胎痕迹 然后经过多次尝试 找到了那天晚上路过的一辆车 从车上的摄像视频 老吴得知了男子车子的样子 不过车牌号却被遮挡了 老吴在附近的二手车市场找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那辆车 就在老吴快要绝望的时候 在一个下雨天有辆很相似的车 突然出现在老吴眼前 老吴错过去看看果然就是自己要找的车 他环顾思之后发现远处 有个撑着黑伞的男子正在看着他 他感觉这个男人肯定有问题 立马就追了过去 追到一家饭店之后 老吴进去看到那把黑伞 就在一个黑衣男子旁边 刚小子抓人 一个队友冲进来分散了老吴的注意力 黑衣男人趁机逃跑 就这样老吴直到追溯期结束 也没能抓到凶手 从这一步后 老吴辞职回家休也生息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一个叫小春的女孩 正在家里和外公玩耍 突然家里电话响起 外公接吴接电话 刚接到电话 电话那头就挂断了 外公转身出门 电话再次响起 电话再次被挂断 如此循环两三次之后 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声音 不过不是小春的声音 外公连忙跑出去一看 小春早已不见了身影 等着小春被绑之后 小春的家人立马报了警 警察来到小春家里 不知好一切 就等犯人露出马脚 很快绑匪给小春的母亲打来电话 绑匪质问春妈为何要报警 双方谈话不到两分钟 绑匪就挂断了电话 春妈一激动 瞬间倒地不起 警察这才知道 春妈的心脏曾做过手术 所以受到刺激后就晕倒了 很快警察发现 小春的外公也不见了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很显然也被绑架了 之后警方通过技术手段 找到了绑匪打电话的地址 在这里警察找到了一根烟筒 不久之后 绑匪再次打来电话 绑匪告诉春妈 三分钟后去路边的垃圾车上 就可以找到他女儿的线索 春妈立马冲了出去 拦下垃圾车就开始疯狂翻垃圾 终于找到了女儿的一张照片 小春还活着 负责小春案件的警察来到当案库 发生这起案件和十几年前的案件 几乎一模一样 劫匪的手段也是如出一辙 为了能破案 警察找到了老吴 老吴一听顿时就来了气 随后老吴回想起了当年的案件经过 原来当年绑匪要求西珍的母亲 把钱放到火车站的角落 可是随后火车上下来一大批的新兵 混乱中钱袋子被调包 绑匪拿着钱跑路了 可是拿到钱的劫匪发现是假钞 便再次提出要西珍母亲拿针钞去换人 西珍母亲独自一人钱去交易 最后钱被取走 西珍也没能活着回来 老吴正坐之后很快就来到了火车站 这一次也是出现了很多新兵 不过这一次老吴是聪明了 老吴顺着人去相反的方向追过去 终于抓到了绑匪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绑匪居然是小春的外公 外公被带到检察局之后 说自己是被迫的 他消失的那一天被骗到一个破旧仓库 然后被关了好几天 等到出来之后 绑匪用小春的安全威胁他穿上军装去取钱 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可是警察并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因为那个被捡到的烟头 经过化验就是他的 而且照片上的背景也是他家的 警察认为他肯定是为了骗保险才这样做的 老吴不相信这起案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结束了 他找到之前的绑匪电话录音 仔细的听了一遍又一遍 果然听出了问题 里面不仅有绑匪的声音 还有暗战开关的声音 这时他想起自己之前在西珍母亲家里听过这段录音 这肯定和西珍母亲脱不开干系 老吴找到西珍母亲果然发现小春和他在一起 随后老吴从他口中得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老吴追凶手的那个下雨天 西珍母亲也来到了这里 他通过那把黑伞查到了散事某银行送给客户的 然后拿到银行名单后一步步的查找线索 最终找到了小春外公这里 在小春外公家西珍母亲看到了很多有关当年案件的线索 为了报复小春外公 这才带走了小春 然后将这一切都嫁祸到小春外公身上 之后老吴和小春外公摊牌 原来他当年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这才选择了绑架西珍 本来他是想拿到钱就放走西珍的 可是那天晚上慌乱之中 小孩子一不小心滚下了山坡 这才造成了西珍的意外死亡 电影的最后 小春外公承认自己罪行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小春也回到了自己家里 本篇多次的剧情翻转让人目不暂击 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悬疑篇 上河中有报 人活着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他人 到头来受伤的不仅仅是别人 还有自己 生而为人 请务必做个好人呀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鸭 喜欢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